接管二朋友一同 好 大家好 我叫我 兄弟们 愣着干啥呢 想不想来东北闯一闯 来一张东北大翻枪 听说他们最近很用功 那还不都是因为假班长定的规矩啦 我觉得这次他们真的有可能会通过 是啊 我也很担心他们通过 如果他们通过了考试 肯定又会像之前一样拽啦 炸门通位了能够重新回到游道式 学习居然开始那么厌坚 不错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王府呢 其实还好 他只是有点疯狂 但是炸门通就不一样啊 那个家伙 跟个恐怖分子一样啊 能不能暴力 此人不宜久留 找到要害 再找出根 没办法咯 假布市里的地位 也越来越不保咯 我听人说 他好像学习都不是班级第一了吧 不是吧 你们不要啰嗦啦 我上次是因为没有休息好 我下次就会考第一了 你休得让人家谢啊 咋样老门 什么咋样 张峰啊 小心点 好的 有什么进展吗 哪有什么进展啊 大家都会准备考试 哪有心思搞这些啊 你这个不行啊 你多少也表示表示 他只想好好通过考试 准备比赛好好训练 我也好想帮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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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这个不太好吧 听我的准备字 我最后面等你啊 早上报告拜拜 我最后面等你啊 早上报告拜拜 那个吃了给你 这什么啊 平时就觉得很奇奇怪怪的 突然送我这干嘛 我知道你很想通过考试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 我听说穿这个考试很灵验的 考试加油 先休息一下吧 吃个泡面 来 哎 你来正好 明天就要考试你帮我看看 为王阳补聊一下 凤哥 这么看得起我 你看清楚了我可是罗小贵 我看得起我 凤哥 我觉得你不用什么盲羊补牢了 你的羊炫 全是窟窿 凤哥 贾布斯拉个群 叫我们要挤回家 叫我又想干嘛 哎 闷儿啊 这么晚你也搁这儿呢 哎哎哎 你喊谁闷儿呢 这我闷儿 他回不回家跟你有什么关系 贾布斯 你到底把大家叫出来干嘛 这么晚了 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 是想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啊 非要在网上说 就是 黑灯瞎火 我都会闻得咬好几个风 这次的考试呢 对张文峰同学来说 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及格 重新回到社团 少在那边装啊 还不是你跟贾主任定的 是什么烂规矩啊 其实最近 我看大家努力的样子 我也很不忍心 所以我希望把大家团结到一起 一起度过难关 你 啥意思啊 咋烦解啊 这啥玩意啊 这啥玩意啊 我不参与啊 回家睡觉了 好了 送我走 走啥呀 我卖会儿大家看我这儿嘛 哎哎哎 你会弄到我啥玩意啊 哎你轻点啊 我新买的遗忘 我张文峰你绝对不会搞笑吧 是 张文峰你有把握可以及格吗 如果你不能回到社团的话 那你的梦想怎么办 是啊 方哥 以你现在的主题 怎么可能及格 张文峰 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所以我才会叫上沈嘉怡 韩妹妹这样成绩优异的同学来帮忙啊 你知道这样子对认真读书的学生来说 有多不公平 我们也得征询一下人家的意愿呢 说不定他们不愿意呢 喂 那你叫我来干嘛 发错人了 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 我不想看到你失去梦想的样子 你已经不 blank了 别生了 吗 龟鳗 集中考试再不及格 那也要解散社团 永远停止活动 我觉得你不用什么盲羊补牢了 你的羊圈全是不如 张文峰你有把握可以及格吗 如果你不能回到社团的话 那你的梦想怎么办 我不想看到你失去梦想的样子 你干嘛 你干嘛呢 你的黏不登挺有主意啊 咋的 真的很作弊啊 你不懂啊 我这是为了 行行行 别说这没用的 咋的 摔跤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柔道 行行行 柔道 咋的 你就不玩那柔道也能死啊 你管好你自己啊 唯我自己的路 张文峰 我觉得你这人吧 平时小毛挺多 但我敬重你还是个爷们儿 老爷们儿能干弄虚作假的事啊 你什么都不懂就不要乱讲好不好 你根本就不懂我现在的处境啊 啥处境也不好使 我告诉你 作弊换来成绩 那都是假成绩 你就好比你跟别人去柔道 你躺进一顿死吧 结果最后 人是故意输给你 假的 你最后啥心理感受啊 偷鸡摸狗换来成绩啊 到最后啊 你狗屁都不是 好好想想吧 张文峰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 喂 一會兒就我吵吵 曉布森 幫我把考試卷發一下 解散社團 治標不成 那你有什麼想法 我記得張文鳳這帳 現在應該已經背了不少處分 如果他剛好在犯一個什麼大師 例如 考試處分 那就直接開除學籍 還不正好 以免後患 可是以張文鳳的個性 他也不會作弊吧 他會的 他一定會 倒入 看看 要求你 如果從中央 走 好像 從中央 要求你 快衝 我 在這裏 你 先 张安风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男人 哎哟 操得挺快呀 这么快就交卷了 少废货 我怎么可能有那种东西啊 从你现在的德行 刚才在这儿鼓着鼓着想造潮 那高阁技能玩给我看看 傻玩儿 我张安风 这位新华中学最强的男人 怎么可能用这儿作弊啊 再淘一个 哎呀 王虎 明明知道被你爸搞死了 还用这种方式提醒我 真的很过一期 哎呀 哎呀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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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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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结束了 现在要重新排位 我念到个名字 进来选座位 张文峰 王虎 你们干什么 你们是我们班上的倒数 第一名跟第二名 没有资格选择座位 由本主任来安排 张文峰 你坐最后一排最左边 王虎 你坐到前面 我是倒数第二啊 哎呀 东西要摆卷 我比他强 快去 你说这给他们 还几角格拉呢 这差上咋好 好 现在按照正常的顺序 第一位韩梅梅 韩梅梅才刚刚转到我们学校 就拿到第一名 各位同学 要多向她学习 谢谢 可以选座位了 好 收腿 啥意思啊 锁我是不是 闭嘴 韩梅梅啊 我提醒你一下啊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我们学生呢 如果成绩好的话 都会选第一排的黄金位置 C位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不是 贾主任 我学习已经很好了 况且我坐哪儿都C位 我都把最好的学习机会 让给最需要的人 而且 王虎他不懂事交败卷 也是我没有教育好 我有责任把他调教明白 假设你就甭管了 交给我就行了 好吧 好吧 我尊重你的选择 谁可这不懂事的 说 我知道你是为我成绩好 你这么做我挺感动的 但你做事吧 我怕你是跟臭其佬的下棋 越下去越臭的 我怕我影响你啊 可拉倒了 你有个本事吗 第二位 沈佳怡 请选座位了 安静 安静 沈佳怡 你也不选C位啊 嗯 没关系 我坐这就好了 你干嘛 说我自己交白券跟你又没关系 你的乖乖女 跑到最后一排做什么 赶快走啦 你有没有礼貌啊 人家跑到你旁边 帮助你学习 你不老干吗 就你这样 那我同桌就不错了 知道不 还不赶紧谢谢人家 谢谢啊 贾波斯 坐你的位置吧 二十八 你怎么还在吃啊 你怎么还在吃啊 你爸做什么的啊 教育投资啊 教育投资 好 你做第一排 你还没有发育好 不要让别人挡到你啊 一键哥啊 一键哥啊 小主任 我坐哪里 你啊 后面去吧 黄炎凯 罗小贵 吴竹银 陈小恒 孙小莫 赛又婷 吴昌良 如一望 大西洋寒流 太平洋影响着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土耳西比巴黎的少了一个他 好好背 看啥玩 这不都考完试了吗 顶那么紧 不是 你好意思吗 你跟后面那二傻人家考到零分 那早晚不都不考啊 男人说学习也不是为了考试 所以学习 没有 现在楼道是还在背风 那我心理管他要去哪里种地啊 想去菜市场买掉啊 莫名其妙出这一题 难道作为新华中学最强的男人 毕业后还要当菜籠啊 可 可是 这就是地理知识啊 最谈地理了 哎 你斯文一两 怎么跟我妹说话呢 你屁事 佳怡啊 那个北回归线是多少多啊 啊 谁 叫谁妹呢 你妹啊 你妹 你妹就是五嘴 一个闭嘴 快点 冷静点 关亮宫展上都给谁剪 继续吗 随便 哦 那 再一题 收去 Ferr c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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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00 carvedульт直到那 Thousands住t 你这不还夹人呢 容我吗 你这不定里的书 我就快手了 下次再分神 直接上园会 那老娘们 造孽 我的妈呀 我跟你说 真的是太热了 我真是受不了了 吃点地 沈佳莹 你为什么迟了十分钟出门 你已经不是考第一名了 难道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吗 师叔叔吧 您对嘉宜是不是太过于严格了 他其实挺努力的 他这次没考虑 你也不能怪他 主要是人第一名太优秀了 这位同学 你这样的观点太消极了 每次考试总要有人第一名 那如果你够努力的话 你就是第一名 爸 他这次考试第一名 还没没 你就是刚转校来 新华那个超越第二名 40多分的那个韩美美 是吧 哎呀 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哎呀 看来啊 就是我对沈佳莹不够严格 对 师傅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不是我膨胀啊 我想跟您说的是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别说新华中学了 就即使说 你姑娘是全市第一名 那到了全国 比她厉害的人还要很多 你说什么 陈佳莹听见的朋友 她的意思就是说你还不够努力 啊 哎 那位男同学是谁啊 啊 张文不论你关于同桌 她俩人老一块学习可积极了 是吗 哎 你考第几名啊这次 我考第 他第三名 好 爸 嗯 你走吧 好好好 来 告诉你啊 你自己要想想 要检讨一下会适合你的生意 哎呦 哎呦 我说张文崩啊 本来打算你说是不是 咱俩今天晚上一起研究一下这个考试的难点 疑点 然后看一下为啥能考成这样是不是 哦哦哦 没办法 对对对 你怎么不早说呢 来来来来来 反正就是回家复习 那就跟你们一起复习不是更好吗 那你这样 你今晚就去她家睡 多提点一下 没问题 没问题 教员我在教员 你们多交流 多交流 要稀稀一点 好 努力 放心 放心 教员我在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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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吧 您回吧 走 哇 好久没有那么自由了 谢谢你啊 妹妹 这有啥呗 就是 这都是你家里的事 你别想我多管闲事就行 妹妹啊 嗯 你可以 一起当第一名吗 为啥 其实 我爸也是为了我好啊 自从上了高中 只要一有人接近我 他就严格关控 哪怕只是我作业做错的一道题 他都会觉得是我交友不慎 导致学习下降 还会去跟贾族人告状 后来弄得班上的人都不敢接近我 你爸这样可真不行啊 这不属于势利 啊 没事 你说啊 其实我是想说 这不属于势利眼呢 哪天我得跟你爸好好聊呢 这样可真不行 哎呀 不用啊 其实啊 我是高下学期才重来这个班的 所以跟班上的同学一直不是很融洽 我爸每次只要一发现问题 就会想办法让我转学 以前的我无所谓的啦 但现在我真不想转学了 因为有你这个好朋友 是因为我吗 你是不想离开你的风吧 现在你俩做同桌了 开不开心 是有他的因素啦 但就一点点 不过 妹妹啊 你这次难考第一名 我真的很高兴 我认同的朋友 我爸也认同 真的是太难得了 你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你沈嘉仪就是我韩梅梅最好的朋友 谁要敢欺负你 告诉你 靠不休的 瞧她 走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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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愣着干啥呢 开迟啊 尽管我们楼刀设备禁止活动 可还有这么多兄弟们在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 从明天开始 我们要恢复训练 学校禁止我们使用道馆 那我们就放学后 去附近的公园家庭 只要有我张文峰在 我就不会让我们柔道社 这么轻易垮掉 来 哎呀 行行行 你是不是上头了呀 我觉得柔道社在公园训练这事 根本都不靠谱 他们又不是金刚葫芦娃 能往地下摔 身体不摔坏了吗 训练就是为了练就一身钢筋铁舞 才不会轻易被对手打败 你看看你 你又上钢上下 说句不好听的 你这柔道社啊 就是学校一建设坊 大家跑你这来 就是为了出出汗推乐 你非得把大家 往奥运会上推啊 你出发点就是错的 你个门外汉懂什么 不懂就不要再乱讲好不好 我咋不懂 我的人我比你清楚 来 愿意继续留在柔道社的 举手 没关系了 我不会生气的 你们就给出最真实的答案就好了 凤哥 其实 道馆摔摔还好呢 可公园那个是水泥地面呢 我竟然弄成身伤 我妈以为我外面搞事啊 实话实说啊 其实我们都不是不想练的 否则柔道社 不允许有入敷存在 举哥 对不起啊 其实我早就已经撑不住了 我的身体条件没有你那么好 本来参加柔道社也就是想强身健体来 但你的训练强度已经有些吃不消了 身体还处处是伤 错人就应该要认真正证 既然来到柔道社 就应该有柔道社的样子 柔道社不是用来玩的 是用来流血流汗 这里不欢迎儿戏 走啊 我想上厕所 没事 五个轮小 这帮混蛋 既然敢背叛我 我是不是闯祸来的 不管你也是 这些人留下也没有用 行了 别上火 他们几个走就走呗 不还有咱们几个兄弟呢吗 有一句话说得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柔道社只要还有我们几个在 就还有美好的明天 我有一个事想请教你了 就是期中考试如果考不好的话 咱们这请不请家长 是吗 期中考试 凤之什么的叫做 是吗 期中考试不算大考试 那几好 可是 好像没有人知道过百卷呢 反正我从来没怕过我 我家就只有我一个人 你爸去哪儿了 还要我提醒几次啊 不要在我面前提到我爸 哎呀 这不挺好的吗 你爸不在家这是好事啊 如果老师想要找家长 你就跟老师说 你爸不在家 对吧 到底有完没有完啊 你咱们爸怎么爸 你这人啥脾气啊 那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这哪出老子又生气了呢 我还不是跟你一起交白卷才零分 不然我也有可能考几格好不好 你可拉倒了 你考啥及格啊 你考串都费劲 我带你考零分 那不是怕你误入歧途吗 你这人啊 就是得便宜卖贵 最原则的是我 我之前模拟考试 我都已经及格了 好啦 你们都不要吵了啦 反正都考完了 之前期中考的时候 都没有叫家长了 反正这次交白卷应该也不会 我们学校啊 对我们差等伤 还是挺发荣的 那请啊 慢慢试啊 我去买单 嗯 老板 好 买单 要不要和这一张单子啊 不用 你直接扫码这去 好 小福啊 你整卡是不是没有钱了 啥玩意 你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还有别的吗 你看看这两张看 你看看这两张看 嗯 还有 这两张都不行啊 啊 爸 你听我说 我给你解释啊 你可千万别打那些手办的主意 不是 你听我说 喂 喂 喂 我的手办 哈哈哈哈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好过 帮我说的话 是不是学校 关上了我的粉粉 决心巴掌粉指纹 我也想成为一个有追求 的梦想 而且很酷的 我今天想不到样子 也得给他们讨一个公道的 啊 啊 给我一个人群水 还为也不流泪 我又再去整理 等他与那红尘 我说的爱送 我会 阿 阿 呀 海红 你还要好吗 海红 哈哈 哈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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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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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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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不見 狼狼 喜不見